感谢神 今天早晨由我一起 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我要报告好消息 因为我们的主题就是 报告好消息 来到以赛亚书第40章了 Amen 弟兄姐妹非常的棒 在我们还没有 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 三个点之前 我先来快速的 来总览一下以赛亚书 因为我觉得 当我在学习的时候 当我在预备的时候 我真的也觉得说不错 让我自己也能够先受益 以赛亚书总共有多少章呢 有66章 有些人称这本书叫做 圣经就阅的圣经 怎么讲呢 因为整本圣经只有66本书 然后以赛亚就有66章 而且呢 1到39节呢 就月就有39本了 然后呢 它的重点呢 是在于责备的 OK 然后呢 我们已经走完 那个比较 这个严肃 或者是一直责备 责备的这个39章 昨天牧师 昨天讲完了 然后呢 今天呢 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灌落 就是在半部呢 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到66章 这里的重点呢 会比较在于安慰 鼓励 还有劝勉以色列人 OK 就是安慰跟鼓励多一点点的 而且呢 你看 前面39章 40到66 就是27章 所以呢 就好像整本的 这个圣经一样 66卷书 然后呢 他们有这样的对比 然后呢 第40章到48章呢 在以赛亚书 他是讲到呢 这个以色列的归毁 就是呢 被巴比伦 辱了过后呢 被就是 归毁 归毁神那里 然后呢 这也很像 就是在新约的 如果你对比的话呢 就很像新约的福音书 跟十路行传一样 就是报告好消息 第40章到48章呢 就是讲到 我们回归报告好消息 然后呢 19章到57章呢 就是讲到 这个以赛亚书 讲到重建 耶路撒冷 OK 然后呢 在新约呢 就预表着这个什么 新约的书信 建立教会 保罗写很多书信 然后呢 以赛亚这时候呢 告诉以色列人 预言 重新的建立 这个耶路撒冷 然后呢 新约就是很像建立教会一样 然后呢 58章到66章呢 就讲述 神的荣耀 这个新约圣经呢 就能够 有一本书能够代表的 就是呢 启示录 它谈到新天新地 当然也谈到 末后的生判 这是很快速的 总览整个 以赛亚书 整本书 然后呢 然而接着我们来到 第40章 OK 40章跟48章的重点呢 是讲到什么 就是回归 就讲到 被掳的 以色列人 要从巴比伦 回归一样 兄姐妹 这个预言 是还没有发生的 甚至 他们还没有被掳去 这个巴比伦 然后以赛亚 先知就预言了 然后呢 当预言发生的时候呢 神讲些什么呢 在这段 如果你去读 第一节到 第31节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 主为什么要这样的预言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呢 要使他的百姓 得安慰 这就是第一点 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为什么主要 预言这些呢 他的预言的内容 有什么呢 他第一点 要报告好的消息 给神的百姓 使他们得到安慰 这个节呢 可以 这个 这一点呢 我是从第一到第十一节 所做的一个段落 我所看的 然后呢 就想到什么呢 他们 第四十章 第二到第四节 什么呢 要对以色列 耶路撒冷 说安慰的话 又向他宣告说呢 他的征战日子已晚了 他的罪孽 射了 他为自己一切的罪孽 从耶和华手中 加倍受法 然后呢 有人喊着说 在旷野 预备 耶和华的道路 在沙漠地 修平 我们省得到 一切的山蛙都要填满 大山小缸 都要削平 高高低低的 改为平坦 起起去去的 必成为平原 哈利专家 弟兄姐妹 这里在讲些什么呢 这里需要告诉 什么 被掳的刑期 已经期满 可是他们还没有被掳 其实神是先预言 因为呢 神要告诉他们说 没有一个神 等一下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 他的预言是什么呢 就是讲说 没有一个神 能可以告诉你们 这些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弟兄姐妹 你知道这些 未来发生的事情 是多么的久吗 将近一百五十年 过后才发生 但是呢 上帝先预言了 而且呢 事情真的发生 过后他真的发生 然后呢 他讲到 他们的罪被赦免了 OK 第三节到第五节呢 是讲到呢 神要在旷野开道路 神的旷野开道路 使贝如的以色列呢 归毁 然后呢 他这边有特别提到 第四节 他讲什么呢 一切的三万 在沙漠 修平神的道路 你有没有一点 很熟一下 因为在马太福音呢 也有这一节 在说 他讲什么 施洗约翰 在旷野 说什么呢 他讲 天国尽了 然后呢 他就 括了以赛亚 那些人 那些在人心中拦住神 要来认识神的 一切骄傲 高傲啊 这些自大 大三小 或者是我们的 这个自卑感啊 这些挖地啊 我们过去的伤害 高高低低的 不管我们的生命经过高高低低 不管你是贫富悬殊都好 一切的东西呢 都要挪开 都要成为平原 而且呢 每一个人平起平坐呢 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很公平的 每一个人 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来领受这个神 耶和华要给我们的救恩 耶和华要给 以色列人的这个安慰 所以呢 这个呢 真的是非常棒的恩典 神要给他的百姓得安慰 虽然他们还没有经历 或者他们正在 经历到那个战争 正在发生当中 他们仍然在那个 面对那个新巴比伦 要攻击他们 要掳走他们 但是呢 神已经预言 他们未来会是怎样的 所以呢 是给他们带来一些安慰 或者就是你也可以说 给他们带成一些盼望 而且呢 神说的话呢 一定会成就 在这个 以赛亚书第40章的 第6到第8节 怎么说呢 他讲 神说话一定算话 神说话一定成就 他那边怎么说呢 我念给你听 他讲说什么呢 有人说你们喊叫吧 有一个人说 我喊叫什么呢 凡有血气的 尽都如草 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 然后呢 草必枯干 花必凋产 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 百姓 成然 是草 神的气 就是圣灵的风 吹在这个上 然后呢 草必枯干 花必凋谢 但是呢 唯有我们神的话 必永远立定 Amen 所以呢 这讲到就是很简单 就是人所 所有的东西呢 都会过去 都会朽坏 但是呢 唯有神的话 是不会改变的 而这个神给 以色列人的安慰呢 是一定了的 是肯定了的 同样今天 我们要抓住神的话 神如果给我们一句话 神说要成就的 必定会成就 Amen 像彼得签书 一章二十三节 告诉我们 你们得了重生 并不是由于坏的种子 却是由于不能修坏的 就是借着神 永活长存的道 彼得明白这一点 就是呢 神所说的话呢 必定成就 所以呢 借着神的话 世上的一切 都会过去 但是呢 唯有神的话 永远长存 什么事情会过去 弟兄姐妹 这时候呢 这些以色列人 这些犹太人 他们 要看 要面对这个 新巴比伦 这些 这些强大的国家 这一切会过去 再强大的国家 都会过去 再不好的环境 或者是好的环境 都会过去 以色列人 被管教的日子 会过去 一切 通通都要过去 但是呢 神说呢 神要把这一切 以为平地 都要过去 然后呢 神要来给他们 一个新的 这个 耶路撒冷 使百姓得到安慰 Amen 所以呢 在第九节到第十节 他就想说呢 要把这个好的消息 传给犹大的诚意 因为姐妹要传回去 要带回去 给神的选民 要带回去 要把这个信息 传给他们 为什么 因为哦 当犹太人 这个犹大的诚意 当以色列人 被掳走的时候呢 这个 南国被掳 被沦陷了 然后呢 那些人被掳走的时候呢 所有的年轻人 都被掳了 只剩下那些 老弱残兵呢 留在这些 犹大的诚意 所以呢 这个好消息呢 要报给这个 犹大的 所有的诚意 每一个人都要懂 Amen 所以呢 也预表着 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也要成为 神把这个使命 传福音的使命 给了我们 我们也要去报 这个好消息 要把这个 神赦免人 最好消息的 告诉我们 所有的朋友 所有身边的人 因为这是 极大的福分 因为我们 事实上的 你有好东西 我们都会去 跟人家分享 哪里买东西便宜啊 这个是好康 但是呢 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学会 怎样的去分享福音 因为这才是 真正能够 拯救人 灵魂的 是直到他永生的 哈利路亚 所以呢 这个是第一点 在伊赛亚书的 第40章 第一节到第11节 我做一个总 一个论述 OK 第二呢 我们来看 就是第二点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从这个第12节 一直到27节 有一点点长 但是呢 我就概论的来讲 就是呢 我就一个重点 就是呢 神在描述自己的伟大 好让他的百姓 我就想 第12节到27节的时候 就一直看到 好像神在 称赞他自己 神讲述他自己的伟大 神让他自己的伟大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他要从 百姓呢 对他再次的 重回的一个信任 第12节到27节 12节到14节呢 他这边说什么呢 耶和华就说了 谁曾用手 凉猪水 那个猪水 你懂是 就是 所有的山川河流 手心 我们的手心 怎么可以凉 但是呢 他讲 谁曾用手心 耶和华 耶和华才能做到 然后呢 谁用手 这个手 虎口 凉苍天 兄姐妹 你手虎口多大吗 你比一个 high five 这样子 然后呢 就是你的 拇指跟 尾指的距离 兄姐妹 就是这样的距离呢 用来衡量苍天 神斗 胜大地的城 就用这些 一切一切的形容 谁能测度 耶和华的心 都是在形容 神的伟大 神在讲述 神极其的伟大 而人 或者就是 这世界上 敌对神的人 是多么的渺小 多么的微不足道 这些偶像 接下来你看 第四十章 十八到二十节 它讲什么 你们究竟将谁比神 它就讲了 有谁可以 与我们的神 相比呢 然后呢 他讲说 连那些 制造 那些偶像的 精器啊 都是神所造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可是呢 然而人没有钱 或者是找不到 这些精器的时候 就觉得说 我们用木做也可以 然后呢 他讲什么 为自己 穷乏 现不起这些的 公物的呢 就卷选 不能朽坏的树木 为自己寻找 这个 巧匠呢 立起不能动摇的偶像 刚姐妹 你知道 当我读这个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 有一个牧师 一位牧师 真的我记得 一位牧师 跟我们讲过 世界上 说的语言当中 真的 每一个语言 不管在哪个年代 每一个语言都好呢 有一个字呢 是一定有的 那个字是什么 就是神 就是指 或者就是 他们讲的 不管是怎样 就是人 就是一个高于神 一个人的位置 的一个位格 就是神 这个字 每一个语言都有 为什么 因为哦 人的心 可想要有神的 但是你看 会 付不起 那个 购物的呢 就会 连木头 他们也能 做出来 觉得这个是 拯救 百姓的 这个神像 让我们看到 人的心 真的有一个空缺 然后呢 这个空缺 是需要 这个神来填满的 而且呢 让我们知道呢 世上 没有一个人 能够 能够与我们的 这个神 我们所信靠的神 相比 世人所谓的那些 手所造的神 真的不能够与神 相比 对不对 这是耶和华 他自己说的 对吗 然后呢 接下来 神 他的伟大 讲述了他伟大 然后讲述这些 偶像 全部都虚空了 然后他就开始 讲什么呢 人的渺小 怎样的渺小法呢 第四十章的二十七节 就是雅各啊 就是或者叫做 以色列啊 你为何说呢 我的道路 向约华隐藏 然后呢 以色列啊 你为何 言我的冤屈神 并不查问呢 弟兄姐妹 这些意思就是说呢 人开始的抱怨 因为呢 他们经历这一切 被辱啊 然后做奴隶啊 辛苦啊 做苦工啊 他们讲 我们像神 所还的愿 你看啊 所许的愿 为什么没有达成 我们深渊 神没有查问 然后呢 我的道路 向神隐藏 意思就讲什么呢 好像神 看不见 他们受苦一样 因为他们讲 我的道路 向耶和华隐藏了吗 这个是一个 很像 反问话 就是这样 我们的道路 向神隐藏 难道神 不知道 我现在受苦吗 兄姐妹 神知道 神真的知道 只是呢 我们自己不知道 我们自己有时候呢 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在 这样的环境里面 可是呢 神都知道 为什么 以色列在 这个环境里面呢 因为 他们 骄傲 他们不要 他们要像 别人一样 他们不来 依靠神 以至于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 神要描述 自己伟大的能力 让以色列人 对他重拾信心 因为 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在 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也往往会像 这样的以色列人一样呢 我们都会埋怨神 我们都会怪神 为什么 好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不会把 很少把荣耀给给神 或者是想到神 但是呢 当不好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会讲说 上帝啊 为什么不阻止 这些不好的事情 发生 为什么你没有保护 上帝你能够 为什么你不这么做 很多的这样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在我们的心里面 兄姐妹 你要知道 这些为什么 为什么一直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对神的心啊 就渐渐的冷淡了 我们就开始的 我们觉得不相信这个神 以至于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问题哦 或者是苦难的环境 艰难的环境呢 看得比神还大 所以我们把神忘记了 我们忘记 这些的问题的背后 是神的手在掌管 是神在康顾 是神在保守我们 哈利利亚 所以呢 神要描述自己的伟大 然后呢 他要讲 那个 偶像的虚空 就是空虚 就是偶像的这个 虚空 然后呢 讲到人类是多么的渺小 没有办法的去测度 神是怎样的 所以呢 这个是第二点 然后呢 第三呢 也是今天的最后一点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呢 等候神的人呢 必如以展示上堂 这个就在经文当中 就有了的 或者我们今天的 默想的经文里面 也有 在 以赛亚书第40章 28节到31节 这个段落 然后呢 他讲什么 你岂不知吗 你岂不听见吗 勇在的神 耶和华 创造地级的主 他并不疲乏 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 无法测度 疲乏的 他是能力 软弱的 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 也要疲乏困倦 刚强的 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 殷华的 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 展示上堂 他们奔跑 却不困倦 行走 却不疲乏 上一节 27节 以色列人 埋怨 讲说 上帝 你看不见我受苦 上帝 为什么你不看顾我们 我们是雅各尼的 选选的 你所爱的人 然后呢 28节 神就回应了 他就告诉他说 其实你们不知道吗 耶和华从来都没有睡觉 他怎么 并不疲乏 他们以为神睡着了 没有看见 有一些经文讲说 什么 保护以色列的 不打顿 不睡觉 对不对 保护你的 也是一样 今天 人我们需要休息 但是神不需要 神24小时保护着我们 我们感谢神 然后呢 这边告诉我们 等候神的 这边讲到 神的能力 无法吃豆 然后呢 那等候神的 重点在 但那等候的 这些神的能力 神要 这些 疲乏的 他吃能力 软弱的 他加力量 然后呢 这些都一个 condition 就是什么呢 那个condition呢 那个要求就是 你要学会 等候 耶和华 当我们读到这个 等候的时候呢 我们就想起 如果这 以色列人 这些人被 辱的人呢 他们在经历 这些困难的时候 他们 需要一个 盼望 一个 希望 对不对 他们要抓住 一些东西 这些经文 就是 以赛亚 要告诉他们 那等候的 等候的 在神 让这些经历 临到 以色列人的心的时候呢 神再一次 要告诉他们 你等候我 最终的答案 最终的故事 就是你得胜的 最终的故事呢 就是 神会 提升你的 神要 给以色列人 一个 坚定的信心 去面对 前面的困难 今天 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面对 一些困难 或者是我们 就是 走不出来的 神给你信心 我盼望神 告诉你说 来 孩子 来到 他的面前 等候他 等候神 告诉我们 当这么做 因为呢 我们 再一次的 心中 等候他的时候 我们再次 燃起盼望的时候呢 就算在 死银 有骨 我们都能够 撑过去 我记得 在那个 德国营 这个 纳兴 营里面 有一个 叫做 Victor Franklin 的人 他怎样的 活下来 在这个 集中营里面 他讲到 他每一天 都盼望 都想着 他出去过后 再做些什么 他很开心 他每一天 都是 让那些 盼望 成为他的 灵魂的良食 以至于呢 他能够 挨过 那个 艰辛的 这个 日子 同样 今天神的 百姓 今天神 告诉我们 什么 那等候神 等 上帝 一定 是 使我们 得胜 一定是 使我们 再次的 站起来的 上帝 英文讲 Those who hope in the Lord 我们的希望 是在 神的里面 兄弟姐妹 你知不知道 信心需要 燃料的 什么是 信心的 燃料呢 就是 信心一直在 火热的烧 烧 是烧尽的 什么是 信心火热的 燃料呢 我这边写到 就是 神的应许 神的预言 神的话语 当这些话 像 以色列人 说的时候 当那些 要被儒的人 说的时候 那等候 优化的 必重新得利 必如荫 展翅上 的人说 这些话 临到他们 神明年 给他们这个燃料 继续的来信靠 守着他们 跟神的约定 Amen 今天 有没有 还有一件 就是 我们去思考 有没有 去想过 为什么呢 是如鹰 展翅上的 只有老鹰 会飞 为什么不能够 像麻雀 不能够像鸽子 圣经很喜欢鸽子 为什么 为什么 是用老鹰 而不是用 麻雀 或者是 别的小鸟 呢 因为 老鹰 跟别的鸟 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 老鹰 会趁着风 翱翔 他会看 这个风 气流来的时候 他就凭着 这些气流 越飞越高 你们发现 老鹰 没有什么 挥动翅膀的 就是 我每次看到 就是装开双手 装开他的两个翅膀 他就有这样 在天空上飞了 但是麻雀 剩下的鸟 那些鸽子 他们去什么 很努力的 挥动自己的翅膀 用尽自己的力量 挥动挥动 来飞 所以呢 佣姐妹 这边告诉我们说 是等候的 就像老鹰一样 看着那个 这个气流 如同圣灵的风一样 表示 当圣灵来带领我们的时候 来带我们去 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或者是 来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呢 我们会 感到非常的 这个 顺利 或者就是有平安 在我们里面 可能不是很顺利 但是呢 你的心中 会有很大的平安 因为你知道 你是随着 圣灵的带领 圣灵的引领 然后我们怎样的 要来得到这样的 圣灵的引领呢 答案就是 等候耶和华 就是呢 我们需要来 这等吧 就是要来情境 等候的意思 就是情境的意思 或者原文呢 他的意思 也另外一个意思 叫做 绑起来 跟神绑在一起 不要靠自己 不要靠自己挣扎 在泥土当中 而是呢 跟神 来到神的面前 绑在神 这个不倒翁的里面 让我们依靠神 我们的生命 必如因展翅上腾 Amen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今天来分享 所以呢 我们换一点的时间 回应今天的 神的话语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